玩具TV第24还是25 而我不知道,你说就是了 好,第五集 刚刚刚玩完《女》,继续玩《女》 不过这女孩比较江洋 在故事中,她会合成为作汉 今天就离开《千值年》的《R3》 连同我们今天会尝试合体做SRX 大家都等了很久 因为之前我们在《R12》 光出时就立刻拍了 所以前置的部分,比如说 《R12》的合体,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拍了 你可以看之前的影片,就会有《R2》的合体 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来到《R3》 《R3》这款,其实它在分测三枝里面的价格也比较高 因为它兼顾着腰部至脚部的比较重要 它差不多一枝就接了一半的身体比例 所以你会看到《R3》的盒子也是特别大 一贯正面封面的设计 一个雷射的环彩 然后就是... 这边... 底部就会看到它可以... 这边... 三个合体,SRX的脚 你可以三合叠在一起 它就可以继续SRX 这么大一枝就放在这里 是不是一比一? 应该不是 这个应该比较大一点 好 但如果朋友一次过买一枝大包装 就直接可以在盒子里看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包装设计 其实盒子也挺漂亮的 我觉得整个设计 那... 真的看回这个主体了 其实时间关系 已经显示了这个轻装型的R3 上了一个强杂盾 就是这样 刚刚其实玩机箭组段 未能够合体的时候 这个就是它的常用装备 其实R3的配置也不少 头部有火神炮 又有光速剑 不过可惜这个版本没有跟着光速剑 你过分一点 我玩Works是有的 是 重型光速部枪 然后其他件是合体才会有的 背上这个就是两色的强杂盾 类似是浮游剑的工具 可以拆出来的 在背上拆出来 但是拆出来之后 独立是不可以分件的 不过我感觉上 连续连本次做SRX的側重点 主要都是合体的完成度和强度 所以在它分体的时候 一些武装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减少一点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R3的可动 因为其实 我觉得以它这么小的来说 可动算是相当不错的 主要是一个合体的功能 例如一些抬头的部分 这个抬头是很重要的 对 这个抬头是因为它要坐进GP 跑错台 抬头是很厉害的 因为它要向前飞 然后呢 头部的可动 手的可动 和基本的模型 其实都是相近的 一个手关节 对接 对接都对得不错 而且我看到你扭的时候 也挺实合 对 它比我想像中实正很多 然后就是 腰部主要都是水平转 因为它保持强度关系 如果它做了太多关节 可能会有其他影响 抬腿的可动 脚部也有水平转 然后膝头的折叠 也很大 为什么呢 这个也是合体的其中一个功能 所以受位于那边 所以可动很好 而脚腕也有它相应的可动 脚腕也很好 这个可动性也很好 这是出乎意料地好的可动 其实这个关节 我自己觉得挺重要 是因为除了要承担 整个身体的重量之外 你放姿势 想放得漂亮 这个关节是必要 而且它站 这个太厚 我们平衡它之后 其实它做了一些 虽然它穿高跟鞋 是可以的 拉低一点 谢谢 你看到它是没有驼背 没有倾向前 就这样不够站到 而又保持到这么漂亮的站姿 其实是很难的 对了 除了这个之外 背上的翼也可以用 也是受位于合体的原因 它就可以用 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 主体就看完了 我们就尝试 GP03 对了 GP03化它 主体可以稍微放在一边 我们这里 其实桌面上 还有很多其他配件 那么我们首先 就装到 它的相色也很漂亮 是的 我又觉得它的相色很漂亮 因为它是一个很干净的漆面 是 它还用了珍珠白 看上它其实有点反光 之前我记得很多朋友 没正式收到全只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吐槽 就上网说 有些开箱就会说 它的颜色不行 什么 但其实我看到有些师兄 收到之后 也有说到 那些人有说过漆面不好 但其实它是全上色的 我这么说 不过是平反 我们这里就将 QC不错 这个可以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将一个 应该叫什么呢 合体的一个强化武装 就要装上支架上面 它本书说明书有教你一些 上台座的支架 就要去做一些装拆 这样的 那么 注意到的地方 其实你会看到 它这里有几支横向的合金件 它是用来固定的 但是想不到它在之后 合体的时候 其实它还有一个奇效 也没有想过会 收埋得这么好 那么 这个地台的部分 它就主要是靠两个卡扣 它就上去 那你就可以固定了一个斜的方向 那我们就再装一些上面的件 吐槽一点点 本身这款R3 它有没有其他手型 有的 还有一个是 握枪 握枪的手 它固定在上面 平掌的有没有 平掌 有的 有的 有一个张开的手 这样就配合了 好帅 哇 哇 这个很有型 是 那现在就开始上回 那个 背包上面的武装 那在装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其实某些卡准 就可能会比较 要有技巧 因为它本身前面 有一支合金 放着了一定的距离 那在这裏呢 装上去的时候 那个笋呢 其实叉开的位置 比较大一点 那所以你装的时候 就要 这个 你就要稍微抬开它 它一点点才会有力 那两边的一个 噴射器呢 就是 这里里面有一个键 就是拗出来的 那 那小小指甲OK 你看我也没什么 怎么留指甲 那 工作需要 嗯 工作需要 没有啊 不是 那就可以插回在这里 这个 这个是美观的问题 我是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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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而且 流指甲很容易 裂黑边 很可怕 而且有时不小心 弄一弹 咦 那 这里呢 就可以装成这样 那我们的后半部呢 也有一个噴射 可以插进去 那 然后呢 到底 R3 要做些什么呢 这个 对 R3 它的本体 就要把背包摺上去 然后呢 对手 就要摺上来 这样 一对手摺上来 那为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拉那对手去 那它的炮上面呢 其实它本身呢 又有跟到两个手型在上面 那当然了 你看到跟在这儿呢 有些朋友以为 它为什么跟在这儿 那便不好看 那它的手呢 其实可以独立再拔出来的 那它就主要给你 让它可以插稳一点 那所以这个手型和炮呢 是固定了的 那我们就装上去 它那个 笋口位呢 都是挺有趣的 那看到其实是一个 十字的钉口 这样的装位 这个设计有没有什么讨论 好像螺丝那样扭 它不会很过瘾 你看到这个十字位 其实是一个可以转的 这个真的挺有趣 很少见这一类型的插头 那它大腿上面的这个盾 就是裙甲 就要转回插在后面 两边插在后面 那之后呢 就弄完脚掌了 那就可以整个就测进去 这个就相对比较简单 那它真的 它真的是测进去 会不会特别要留意 什么位置 会不会那么容易刮花呢 还是很安全呢 其实就是 它本书的说明书都有 提醒你 就应该要自己去注意 它真的有可能刮花 它真的有可能刮花 测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就 那出的时候 就真的要小心一点 这个是个顺位 是的 而且它本身的炮 的尾部 就可以放进去 刚才那个加强的组件 那里 就变成了不会抹炮 整件都会确定很多 哇 那你就可以合到R3 那它身上 合了体之后 其实它还有这个 念力控制飞弹 就是这个出来的 本身 但是很可惜这个版本 就未有加到在上面 其实这几个就大 因为有件件 拆不出来 所以我没有插 另外还有这个 念动集中式 雷射加龙炮 就是这枝 那就是 GP03 大致上就是这样 GP03 就看到这里 那我们是时候 就立刻合体了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好 现在又要再拆开它 那真的 如果你拆开它 其实它的主体装置 是靠下面 那里有个装备 卡住这枝炮 所以你记得 一定要慢慢 凹出来 慢慢凹出来 然后上面 其实它还有卡扣 这里 就要拆开两个卡扣 慢慢凹出来 很温馨地拆开它 对 感觉到爱 对 那我们这里 就立刻好 没有爱 就要立刻拆开它 那么地台的作用 基本上就来到这里 那我们就拆开 散开其他东西 其实R3是很漂亮的 而且它这个可动 比起其他那几款 是比较多一点的 R2相对就会尴尬一点 因为它的装夹比较厚重 而且本身一些 关节位是挺压榨 那些甲就会撞夹 所以变了相对就会麻烦一点 但是这个R3 基本上因为设计问题 是在可动性方面 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对 那我们在这里 就立刻拆开散的R3 先拆开一支炮 那我们呢 这个版本其实跟以往玩的其他 Worx 其实都可以Worx 它本身的装备方法 是倾向比较多拆件的模式 因为我想可能它是考虑到 因为有些师兄会提到 为什么它不是做一个完全变形 首先其实它的尺寸很小 如果它做完全变形 它这个尺寸之下 很难去做到处理 所以我觉得它在一个 权衡轻重的情况之下 如果它可能做全拆件变形 不是 完全变形 就是完全变形 可以做到1比100 做到1比100 合出来的SRX可能是50多cm高 那你不会在这个价钱之下 可以得到它 所以要考虑的因素是很多的 当然大家都会想一个很理想的方向去走 但是始终作为一间公司 或者做一样产品 想大家都能够以一个 接受到的价钱去做处理的话 那它应该是权衡过很多东西的 那我个人来说 我都收货 关于这一点 那身体的部分 你会看到大概拆成这样 那它这里就要开始 有一些机关 打开 那这个也会考虑下来 那这一件呢 它就要合这件组件 这件组件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盘骨 盘骨的核心 那它中间呢 你会看到很多盒金的部分 加上一些菜缸 打上一些贴族 打开一些结构的部分 那我们就转回这个 它这个尺子很紧的 它是一个跳尺 哦 是的 那记得玩的时候 然后呢 尽量尽量拿的话 用力是接近核心 如果不然呢 其实 就算它跳尺的话 就算它是菜缸 都会有一个 比较危险的情况出现 还有我不会建议 大家很不停地去扭它 因为 始终它本身 这种Tune的模式 都相当之紧的 如果Tune到那么紧 你经常玩它 有机会可能会 导致它 鬆紧到有些下降 因为这个作为盘骨的话 它不可能鬆的 所以我相信 它这个设计 都考虑过 在承托上半身 和下半身的连接关系 所以才搞成这样 毕竟都非常重 在合了体之后 所以这个是必要的 合了体之后 大约1kg左右 940克左右 他说你磅过 磅过 很厉害 特意有做功课 上星期不敢拍 怕被大家罵 在这个装配的时候 你会看到内部 其实胸里面 已经有一些合金组件 它很多部分 都是有一些卡笋 去卡住 你看看 这个是合金装 先卡这个 其实很实际的 再装上半部 有两个装 三个支点就完美了 然后后半部 就把头 摺到这里 它会不会刮花 我觉得都还好 把两只耳朵向前 他的耳朵是可以移动的 大家记住 兔子耳 但我想象不到 如果完全变形 这个位置是如何 对 对 我反而印象中 你重视看 这个OG的变形 它都是散了 然后拼在一起 以前有一段影片 是兼变形的 但是 是不是Logic 骨架的大腿外側 因为之前 大家这几天 可能都见到 有位师兄 比较有爱 分享了很多他的看法 他有一段影片 是3D变形的 他确实是有的 但是 我估计去做成品的话 就非常之困难 即不是不行 可能就要将它的比例 放到很大 才可以 是啊 我们现在又装上 一些手手脚的部分 装上去 在骨架的大腿外側 就会有些卡笋 被你插上去 把手 插上去 手就变成盘骨 对 插在这边 其实这些位置很确实 插起来也挺辛苦 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把脚的裙夹 也插出来 然后脚是如何 就是正面也有个笋 插上去 然后另一边就是摘脚上来 插后面的筍位 那实际 对 插出来 而多出来的裙夹 可以插到哪里 就是大腿内側 基本上都插均了整个脚 对 没错 其实它本身是变形出来的 但是它就 然后 因为它本身 其实它装出来的时候 如果要保持R3的比例漂亮的话 大腿的正面是比较小的 所以千亿链也想了另一个方法 就是它补多一件大的大腿件 给你上去做一个比较小的遮丑件 即是它不安装这个遮丑件 可以吗 你不安装也可以 但是你安装了 它出来就会霸气 不安装 不安装 因为它这个大腿的前面 其实你会看到有两支压件 这个是用来插着小腿 这个是要安装的 是的 那我们又快速装上另一个脚 看到本身真的是 就着整个组件的装嵌 都不惹小的 那件多之余 其实你看到阿嘉 现在连说明书都没有看 已经知道他在家 已经花了很多苦工 玩一次 这些就是Telents 天聪 玩一次 这些就是Tentai 因为它做出来都挺friendly 我玩起来都挺容易上手 那关于盆骨的部分 到大腿 我们就做完了 那后面 它还会有一些更加特别 装上新的部分 不过我们装完 之后才一次上 那这里是做完了 那是时候 就做对脚的部分 那脚它很有趣 你会看到有些支架件 这些是 我不肯定它之前做R12的时候 想了这些字 但是 原来它很有趣 这些合金的支架 是用来让你稳固R1 在合体之后 它就会 因为之前R1的说明书 是没有提到这些件 后面我们就发现到 有这些 就是在新的说明书 因为它在R3 是除了R3说明书之后 再补多一份R123 合体的说明书 而R1的部分 它后面再加多了几页 就是有讲到 关于如何装这些新件 它这里要摺疊在一起 把两只脚分开 很清晰的看到脚 这些是比较轻松的处理 很舒服的声音 很棒的 它这么舒服的声音 主要用在哪里呢 就是它膝头歌的关节 这个是后小腿 现在再往前面 其实看到阿嘉这样玩 都感觉到整件事 其实虽然它的装组 工序也不少 但是装组的过程 都是很轻松的 我觉得它也想得很温馨 整件事 我不会说 其实它是很复杂的 我不会觉得很难装 有些地方个别地 用一用力 因为它这个位置 有个卡位 有些朋友会硬推下去 但是它有点刮漆 我个人会抬开这个位置 抬开它 给它有点弹性 才再推进去 输少很多 那装完这个脚 其实它本身前后就插住 它外側这里 也有个卡位 给你卡住 你会看到它有粒槽 它卡住 它就不会打开 挺好的 这个是 这个还没卡住 是 哇 非常好 那我们的时间关系 又卡住另一只脚 你看到我其实组装的时候 整件事都挺轻松 我猜不到会是这样 因为之前R2 在我的印象中 是比较苦手 对于我 嗯 但是R3 整个设计都挺直率的 整个设计 玩起来轻松了很多 整个设计 搞定 脚都搞定 然后呢 就是脚掌的部分 就是它本身R3的噴射器 哇 这个是 这个就是 两只脚 都不用分前后 不是 有的 它全部都有个脚关节 对了 它有个脚关节 对了 有个斜面 就向前 对了 斜面向前 其实它的脚关节 本身 可动上 就不会非常多 因为它做了一个跳尺 所以可动有点充限 甚至左右它也是跳尺 因为它想承托着它 但是我刚好 我今天 它向后就不行 对吗 因为它后面有个脚 对了 然后呢 我上网看一位师兄 就提了一件事 这个关节 其实不只是可以这样插 你可以打横插了它 之后再咬回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多了关节 哦 对了 那你就会看到它摺地多了 是啊 那前后就犧牲了 对了 前后就犧牲了 因为它本身 那个左右 是用在上面的关节 如果你将它打横了 用加了内外转的关节之后 那它的可动其实会低了一点 是 前后是不能动 但是内外的可动就会大了 而且你站的时候 就相对反而更安全了 是的 那玩法就有很多种 那大家自己决定 那关于这个部分 就是R3的变形部分 其实我们基本已经完成了 可以打结合 刚刚扭了一点 突然之间 其实脚拆开 或者我拆开 拆开 拆开之后 它有一个位置是很搞笑 很有趣的 因为R3 不是有一些小手 有一个拳头 拆了出来 没有了 其实它这里有一个洞 是特意让你收拳头 拆开 拳头可以拆开 哇 它挺搞笑的 我要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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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我都会这样做 有时候手不知摆在哪里 比如金武施王 施入金魂 拳头 主角几下人是要换帽的 小的帽子是可以吸入小腿 刚好 对 看到拳头有收在这里 所以一件都不要浪费 这个真的 这个很细心 我常常都很不喜欢那些组件凸出来 但是它这个就处理了 这个我很讨厌的问题 对 记住刚才加上 是抹开一点 先把筍放进去的洞 那就最安全了 这些合体的部分 其实是很好装的 那脚和下盆 我们都处理好了 是时候又回到SRX 那到底 这些组件我先拔出来 变形的时候 有时候就需要拔出来的 对 因为它本身其实不是拆在这里 不过刚刚的洞 刚刚刚拆了 不要浪费 对 因为不会那么容易不见件 到底那些强化件是塞在哪裏 我之前都不知道 因为它旧的说明书没有讲 我们将空 要等到这个R3的说明书才清晰 对 打开 到底是装在哪裏 因为其实之前都有一点问题 觉得它好像鬆鬆散散散 谁知道原来这支合金件 是被你装在这里 有一些小孔 看到我放在哪裏 即是左右有余谋 这支高 对 它这里左右有两个小孔 这支材料 就是卡在小孔 强化胸口 强化胸口 长一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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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装上去之后 就会有一支合金 拉着它两边 然后你看到它配置了 它上面的位置 就避开有机头 有一个位置 装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收拾它 等等 对 插住 收拾它的时候 记得小心点 因为如果你这样转 它这个位置下面 它可能会碰到红色这件夹 说明书也有提到这一点 记得转过去 先好慢慢推 最好是 甚至乎是 先把它合起来 然后再一套 向外推 对 全合好 全合好 胸口就没有再吊吊 而另外一件 除了这件之外 它还有另一件 我们打开对脚 把肩膀拆出来 背部也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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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另外一件 合金件 就是插在这里 你看到 这里有一个洞 另一边有一个洞 把这件卡进去 将它更加稳固 空前与后的部分 细心 我觉得是 这两件件都在R3里才有 对了 没错了 所以我不肯定 它是不是一开始 就有这个想法 但是它很刻意地 在R1的说明书里 没有提到这件事 而特意再印过一本 说明书 重新去讲述这件事 比较特别一点 至于背后的故事 不知道有缘我们就问一问 但是是很温馨的 而它为大家想了一些 很结实的方法 甚至乎其实它除了这些之外 它还有很多卡位 令到它的合体可以稳固一点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有SRX的常半身 是时候就做了结合 哇 那条腰的装都很粗 不如安装腰再装腰 不如又可以 安全一点 是的 那脚呢 你看到大腿的这两个压位 其实是怎么用呢 就是配合它 这个膝蓋上面有两个洞 它就装进去 而装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技巧的 它在背后这里 是有一个按键 可以按的 哦 那这个就是一个卡键 对 你按住它 先把它装进去 那就没有障碍 再锁住就搞定了 对 装到位之后 先松手 你可以拔一下它 那它就会确定了 这个设计 喜欢 对 另一边也是 按住按键 再把它装进去 记得要装到底 因为如果你不装到底 可能它未必卡得到 那个位置 而且你装完之后 这个部分 其实有些东西想提 在大家玩它之前 其实你要注意 就是R3 对脚的脚掌 其实是在这个位置 嗯 在合了体之后 其实后裙甲 这两块板 会固定了 如果你去做一些 脚可动的时候 其实它本身容易 会刮这块板 可以向后 一些 这个是不能动的 合了体之后不能动 那你就要注意 例如你去玩的时候 你就可以手指 在这里 等它避一避 这个位置 嗯 因为它的脚腕有可动 是 你避一避 等它去做一些抬脚的时候 它会避开它 那另外一件事 现在看到我就 玩掉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它说明书 本身都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扭大腿的时候 紧记要拿着前后 因为它本身是靠着R3 对脚的前后 去固定着大腿 那未合体 我们这里就容易 去看到这个问题多些 但是玩的时候 就自己注意一下 其实刚才都很清楚了 本身就着可动 不要令到R3的脚掌 容易挂花 就记得 按住或者 早一点 将脚掌拉回贴 才动就最安全 还有 当你动SRX的大腿的时候 记得 将前和后 作为一个接触点 去扭 那就会安全很多 那另外 除此之外 那脚部 其实还有水平转功能 也是干涉到同一样 就是你要注意 R3的脚掌的部分 那其实这里 只要小心玩 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一些 关于脚的外霸 大概来到这里 就会去到R3的脚状 那自己小心玩 那我们在这里 就可以合起来 我们把SRX的上半身 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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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主要是靠 肚子 而且这里 有个粗身卡 在这里 这个肚子的部分 其实是一件合金件 实际度可以 这就是一件很粗的菜钢件 那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那有什么朋友就问 你这样放进去 那它不就很不稳 那我怎么一抽它 会飞进去呢 那 千直链也有做到一些处理 那你在R2那里 其实它还有一个配件 是一个勾形的件 那刚才呢 我插过手的部分 在这个側腹的地方 就是一个洞 那他就把这件件 拆下去的时候 底部就会勾住 这招高的 勾住R3合体的部分 R2的说明书 有没有特别说过 这件部件那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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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的说明书 没错 没错 这个大结合之后 它就勾住了 现在很实 它装住了之后 它的腰部是有一定的可洞 这个可洞 这个可洞 没有 它这个可洞 是一个跳尺式的可洞 它固定了这个范围 那为什么刚才说 側腹的部分之后 会固定呢? 因为它那个R2的手臂 将会固定了 在这里 在R3的肩膀上 有一个洞 那它装R2的这件 就要插进洞 插好之后 除了这里 就它背后 这个柱 都还要插进去 所以就刚才所说 一结合了这个位置 就相对性 就变了 动不了 对了 那它就会固定在这里 不插也不行 因为装了好多 腰部就正常了 还有这个也是它本身的设定 对了 那我们基本上就合体完成了 这个就真的是废件了 竟然不是 猜不到 这支炮的部分 大家都可能以为是废件 但是它链石链有件事很好的 它这支炮 它上面 就有个孔 就是有个柱 勾出来之后 可以插哪里呢 就是它在背后的翼上面 是有些孔的 手的后面也有些孔的 包括小腿的側面 也是有些孔的 那你就可以 你喜欢插哪里就插哪里 我喜欢插这个手 插在这里 那你就会 它设定好像没有 对啊 没错 那你就会多了一支 手炮在这里 然后甚至乎 其实它一下都没有浪费 这支是R1的武器 R1的枪 我可以插这边 装鬼了 对了 然后这支是R2的武器 R2的武器 我也可以喜欢插在哪里 我喜欢插在这里 对了 对了 好像只有阿穹那样 对了 那我就可以插哪里 玩哪里都可以 然后 其实我们就轻轻 甚至乎除了这些之外 它那个重击盾 都可以安装在这里 安装在这里 安装重击盾盾 更好看 是啊 边双裙甲 不过它会有点影响 可动的范围 是的 那我们现在合完看之后 就不断耳朵就玩少少可动 这个真的 玩玩可动 是的 几分钟 因为它挺简单的 头的部分 就简单 因为它也是R1的可动 腰其实只有左右水平转 然后肩膀的部分可动 肩膀的可动就没有受限了 关于R1和R1的合体可动 其实我们上次也看过了 那手型的部分呢 全手致可动 甚至乎它这些手是可以做回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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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么热的效果 一照下去就是了 它本身是金属绿的 就这样看下去 以为Hardis是金属绿的 超绝脸动拳 左右手都有超绝脸动拳 包括对眼睛 其实也会有 哦 对 眼睛有声 不知道是否看到 钢镜破坏光速 对 要关注一下 对 不知道是否照到 有声音说膝头很容易脏 膝头应该不容易脏 如果卡得好就不容易脏 对 看到了 是大腿反而 看到了 对 对 对 接着之后 手的部分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 那脚呢 抬腿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对 刚才说的是 那个脚要小心 抬腿大概来到 这个幅度 我认识 太重了 对 差不多了 大概来到这个幅度 扎到一个马 走多步路 可以的 对 向后 多少 可以摆到 步行的姿势 对 对 外台腿 可动 就受惠于 裙甲可以动 这个 这个 我还看到 寒寒地 对 外台腿 大概是这么多 然后 膝头部分 记得握住 高脖 就90度 這個就合夾了 其實剛才大家看到 抹開八字馬的時候 關子完全鎖得很緊 完全不會鬆弱弱的 因為盆骨是外置件 所以盆骨本身是冷靜的 其一,其實我看到的跳尺也很緊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就玩不到拔劍了 拔劍玩不到 但是起碼拿回一把劍 沒錯 天上天下,連動爆碎劍 就這樣配進去 那個年代的名字是指引的 因為主角特別喜歡 龍聖是喜歡超級系的 喜歡的名字 等等 看到劍本身也有一枝莊 就可以跟這個手掌做配合 令到持劍的時候更加穩陣 最重要 有聲音說合元無可動 不是無可動的 它不是一隻生口式的 但是你說擺個型姿勢 扭個腰紮馬 扎劍姿勢 是OK的 你不要當它是大張政紀 對 這種類型的巨型合體玩具 你都 這麼多隻合成一隻 你預期會是這樣 大概 有多厲害 本身它把連動爆碎劍 中間就好像玉 那樣的碧綠色 外面再用透明的綠色 整件事真是他媽的精彩 師兄還說全套多少錢 好像4,000以上 全套 訂4,000 訂4,100 會員價 剛才聽到Walker說 要在外面 阿米阿米 有位觀眾好像剛剛看到 3,800 我不太清楚 3,800應該是分開三件 前幾天才在日本 亞馬遜官網 用3,800 包運費 訂回 很開心 這是觀眾留言 最重要是開心 沒錯 我們有高出力的 止步發射器 又有天上天下 念動爆碎劍 如果天上天下念動爆碎劍 可以有碎劍的版本就很棒 因為他砍完人之後 是碎了那個 然後留在人家裡再爆炸 所以才叫天上天下念動爆碎劍 若然有更加好 不知道這把劍會不會亮燈 試一下 拍到上面 因為挺光 這裡比較光 不夠手光閃 有一點點 其實本身那把劍的處理已經很精彩 很棒 差不多了 好了 好了 所有阿嘉的粉絲應該都滿足了 好 我們又玩到這裡了 下一個 稍後還有 有學會 稍後還有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